主席 主席 本席想邀请主委 请管主委 也一并再请国防部 国有财产局 请国防部 国有财产局 主委 剛剛我们很多的委员 一再强调 既然土地是民众的 我们的政府之前使用 使用之后 特别在地雷清除之后 原先我们在民国98年 也公告 也就是在我们的第九条 第九条里头说的 本条例使用的地区 于实施占地 政务终止前 应征收架构 或 征构后登记为 公有之土地 土地的管理机关 以无 以无使用或 这个 无使用的这个事实 或者呢 事实已经废弃使用者 那么由民国98年至 五年的期限 那么换句话说 就是在于 这个 明年的 98 99 100 101年 102年 等于是在于 今年的年底 这公告的五年 民众 得以去登记的时间 那么就要借满 所以难怪 我们李岛的委员 大家压力这么大 那么也刚刚在 这个我听到的 本期听到的 也就是国有财产局 针对于修正条文 认为是没有意见的 是不是 请国有财产局再回答 是的 没有意见 是 你 你说啊 你说没有意见啊 是没有意见 好你请回 再请我们的 军备局 国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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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因为我们也很高兴 能够将 战地的这个 鱼雷 能够逐步的来清除干净 那么目前也清除了 一个成果出来 我们给予肯定 但是清除的目的 就是要还地于民 因为在军方 不使用土地的 这个情况之下 所以请教 是不是在这样的 一个情况之下 清除出来的土地 还地于民 在我们国防部 是同意的 报告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有 针对我们列管的营区 没有运用计划的部分 有做检讨 那雷区的部分 我们是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是完成排雷作业 那那个雷区的部分 其实原格讲起来 不是我们列管的营区 所以那一块 可能跟我们 像目前作业的方式 之类的范围 其实有点出路 那就是说 排雷的部分 我们是要到今年年底 会整个再全部做清楚 那那个 营区 那个其实并不是营区 那只是 因为有地雷 所以在营区 你们不使用 当然是没意见 那么 余雷目前为止 有一个成 有一个成果 那就要到年底的时候 是不是 年底会全部清除干净 是否 是 我们其实已经 已经是 排雷的作业 已经是公告 已经完成了 那只是说 后续有一些 陆续还是会有一些 再清出来的 对 不是说再清出来 就是再去确认的 那那个作业 我们会一直到年底 因为那个排雷小组 要到明年四月前 会解编 好 你请回 主委 我们来实质讨论 也就是说 本期敬佩你的精神 跟理念 也就是 我们希望要协助民众 那么首先 在第九条里头 原先在98年公告 即将 102年底 要到 但是我们很清楚的 听到刚刚 所做的说明 观光排雷的部分 虽然公告 但是陆续在清 预计在年底 那么如果如此 整个配套 根本没有办法完成 所以本期具体建立 我们是一个民主法治国家 应该要同意 委员所提案的 第九条的这个时间 也就是延长五年的这个作业时间 主委 你的看法 这个 如果在这个时间上 现有的这时间之内 大概没办法完成 再延长五年 这我当然站在 你是同意的 好 您同意之后 本期要再 我们继续再讨论 也就是 里导基金 里导基金 我们刚刚听到了 黄屋主委告诉我们说 如果在 经济裁员可能的情况之下 那当然目前 三百亿 剩余 84.16亿 的现金 那一年 要花十来亿 那等于 六年到七年 就已经 庆空了 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在目前 里导里头 本席认为非常不公平的 也就是 为什么 在你经济会主导的这个情况之下 为什么 将里导的健保 六十五岁以上免费 竟然是运用 用里导基金来运用 这应该不是我们经济会的决定吧 可是 目前就是用我们 这个里导建设基金的钱在用啊 所以主委 本席认为 既然我们是一个 主导 机关单位 幕僚机关单位 那么我们更应该要清楚 这些钱的去向 到底在哪里 对我知道 今天我们在经济委员会里头 包括电 包括油 我们都说 这些补贴应该回归于本职 回归于相关机关单位 请教主委 你的看法 委员我都赞成 这刚刚刚包括委员讲 这都是行政院韩式 都不是我们经济委员 那这怎么办 我们现在提出啊 既然你是一个幕僚啊 连健保费 都用里导建设基金 难怪我们所有的里导的委员抓狂嘛 对委员 这个我也不赞成 这我们来反映 对啊你不赞成嘛 我不赞成 主寄单位 请 请那个预算处的 周处长 周章委员 请你说明 报告委员 这个经费103年度已经编了公务预算 102年度是因为中间修法来不及 103已经编公务预算 对啊那这副法力要不要追缴啊 那你们自己 错的都可以不追缴 那今天委员提出委员的修正 因应民情 所以我奉请我们所有的相关机关单位 你们要用心 诚如管主委所说的 这个有协商的空间啊 应该是真正来协助民众啊 李景维 所以 您听到了 102年目前所用的 是里导建设基金 这是非法的 要怎么样追回来 不能如此滥用 告诉我们说 如果可以 财政可以 搞都没搞 还好不讲 不可能的 而且再说 每一年要十几亿 如果钱用光了 六年到七年用光了 我们可以用公务预算来制议 先决条件 还是要财政必须可行 这也不可能啊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让里导的委员会认为 他们本来应该有一个金库 要来建设 特殊建设 但是反而从这个金库拿钱出来 所以本席具体建议 102年的健保费应该追缴回来 既然你已经承认103年 便在健保费里头 对不对啊主委 凡事要讲道理嘛 对不对 所以 你赞成吧 那追缴回来 你负责帮他们追回来吧 我负责 当然啦 你是幕僚单位啊 里导建设基金 你这边的啊 委员你可能把幕僚单位想太大了 不能这么说 要负责任 这不是儿戏 该我负的责任 我从来不推的 所以你也认同嘛 应该要追回嘛 基金不法使用应该追嘛 怎么可以如此呢 你发觉有人说了 你自己103年再编 编为正确的 天底下哪有这回事的啊 澎湖 马祖 金门 都是我们中华民国台湾的啊 对不对 对不对 那当然啊 当然 所以 本期再次强调 应该找健保费的主管机关才对啊 不是找基金来负责 对啊 这莫名其妙这钱怎么会溜出去呢 这钱要乱来嘛 所以本期 在这边 再次建议 也再次确认 也就是 现在我们里岛的委员 一定动不掉啊 压力很大 所以他们提出 里岛区域 合作的平台 他们预计 今天 的明天 10月17号 他们要举行这个首长会议 连江县 杨县长 金门县 李沃斯里县长 还有一个彭谷县的王全法王县长 他们三位要共同的来发表 里岛三县市的一个合作宣言 要争取交通医疗 事迹通信 以及闲置应去开发等必要的相关的资源 跟法规松绑 这位你的看法呢 如果地方首长合在一起 大家一起来讨论这个事情 当我们乐观其成 更有一个对口单位嘛 对不对 是乐观其成嘛 这个委员要拜托母医带我们下里面 管主委乐观其成 我们也给这三个县市呢 回去能够有所交代 所以往后他们所成立的 这样子的一个联盟 也希望整合一个相关对口的管道 我相信也能够协助经建会 在推动里岛的建设 会更加的有效能 所以本席再一次的来请教 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里岛基金不能非法滥用 这个是你确认的 建法要把你追回来 第九条今天的重点 第九条 应该要给民众 在你的相关配套未完成之前 没有办法足以时间来登记的时候 应该要把他的时间延长 也就是第九条 在延长五年的时间 您赞成 我要特别感谢大家 我们协商的时候 请一定要支持 谢谢